圣诞小屋的秘密 像圣诞老人骑的雪橇 但是不同的是 雪橇两边有像我们喷气面包一样的 两个小翅膀 我们点击坐上去 雪橇的附近就会发光 而且这个雪橇在送礼物的时候 是带有攻击性的 所以呢表妹猜想 这个圣诞老人绝对不是一般人 表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个很有可能是粉帮 或者是H帮刺造的武器 他们故意把这个武器 做成雪橇的模样 好让万一花小镇的人 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 而且我发现 这个圣诞小屋的位置 离H帮非常的近 在地图上面也没有显示传说的位置 所以呢我重点怀疑 这个地方是H帮建设的 我们再去后面看一看 那边有大片的树林 而且我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这种大树既然一撞它就睡了 你们仔细听 这个声音是不是有些熟悉 没有错 这种声音就像是一碎房的声音 后面呢还有一些不会碎的树 是可以穿过去触碰的 所以我猜想 它们一定是想要以假乱真 这边还有一棵小的树 我们撞一下试一试 哎呀 既然一碰就睡了 当然这只是表妹的个人猜想 现在呢我们重点观察一下 圣诞小屋的外形 我们往上面飞 看一看有什么奇怪之处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房子上面有一个烟筒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 看了这个烟筒 就会想到圣诞老人 大多数人都会以为 圣诞老人是从这里给大家送礼物的 其实呢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的童年愿望 是不是瞬间被表妹给摧毁了呢 哈哈 真是不好意思了 我们呢已经进入了 圣诞小屋的里面 肯定有大多数的人猜想 这个就是圣诞老人住的房子 但是呢表妹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圣诞屋里面有很多的装饰品 而且呢还有一棵非常显眼的圣诞树 圣诞树的旁边放着许多的礼物 大大小小的盒子 五颜六色的 我猜想是圣诞老人送给这家的礼物 90%的可能 这里不是圣诞老人的家 我们来到这个桌子旁边 大家请注意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张桌子的模样 现在呢我们传送去宫殿 一会儿肯定让你大吃一惊 OKOK我们已经到宫殿了 大家看到这个桌子没有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熟悉呢 还有这个蜡烛也非常的眼熟 是不是和圣诞小屋里面的桌子很像呢 所以呢表妹猜想 那个圣诞小屋里面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宫殿里的人 我们能再一次的回到圣诞小屋 我们飞到小屋的中间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在屋顶的上面有一个被屋檐遮住的猫绳标志 还是蛮大的 非常的清晰 我们的猫神大大 可真是无处不在呀 所以呢表妹猜想 这个圣诞小屋也有可能跟猫神 有一点点关系 以上的结论呢 全部都是表妹的个人猜测 不习无喷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补充哟 好啦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妙妹 下期再见 拜拜咯